这个战场是立法院 今天对考试院副院长李毅阳 以及考试委员陈慈阳 来进行同一圈的投票 那么在民进党人数过半的情况之下 李毅阳 陈慈阳最后都顺利的过关了 不过国民党团的委员 今天是全数都没有进场投票的 他们在议场外头 质疑民进党 过去喊着要废考试院 现在为什么补提名呢 不过绿营立委则是说 他们的理念并没有变 长期的目标还是要废考试院 立法院对考试院副院长李毅阳 考试委员陈慈阳 两位被提名人行使同一圈 民进党团假急动员要票票入轨 不过国民党不买账 不但决议不进场巨头 还在议场门口举海报讽刺民进党 过去主张废考试院 现在却前后不一 民进党说要废除考试院 然后又提名了副院长跟考试委员 我在这里要再一次 劝告执政党 要么你们就是尊重现在的体制 从今天开始闭嘴 不要再谈废除考试院这件事情 民进党过去主张废国大 我们还是选上国大去里面废国大 那李易洋过去主张这个要废考试院 如今如果担任考试院副院长 我觉得他的理念应该也是没有变的 李易洋并没有说他过去主张废考试院 他现在为了当考试院副院长 他现在就不废考试院了 律伪反击强调废考试院理念没变 李易洋在民进党团全力支持下获得74票 包括民进党69票 时代力量5票 亲民党3票投无效票 考试委员陈思洋则拿到 加上亲民党3票支持77票 两人都没有意外的过关 成为新院的考试院副院长和考试委员 李易洋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 二分之一之同意票 依法同意为考试院第十二届副院长 李易洋进考试院后 将和行政立法两院合力拼年改 证院版草案预计三月底送立院 试院版草案四月也将送立法院审查 民进党想力拼这个会期三读 也几乎确定会延会或加开临时会 让年金改革法案尽速修法通过 明日新闻众号报道